夏季黑法师最怕的就是黑杆 那么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避免黑杆的方法 就是给它用上土壤专用的杀菌剂二美林 稀释1000倍把这个黑法师放进去浸盆 又或者是每次浇水的时候呢 给它滴几滴在这个水里面再来浇灌 就可以有效避免黑杆 那么这是什么原理 我们后期还应该注意哪些要点呢 其实想要知道原理 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为什么黑法师会黑杆 黑法师之所以黑杆是因为在高温 然后闷热的环境下 这个盆土里面的艳养菌 也就是尖包粘刀菌呢 开始大量的繁衍 然后在根系受损的情况下呢 就会入侵植株导致这个黑杆的发生 所以我们就要用上这个土壤专用的杀菌剂二美林 它是专门针对这个尖包粘刀菌这一类的艳养菌的 我们将它灌根之后呢 杀灭盆土里面的这个尖包粘刀菌 就可以有效避免这个病菌的感染 除了要做好杀菌工作之外呢 我们还要注意给这个黑法师呢 给它进行遮阴降温 保证好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然后呢盆土浇水了也不能够浇过多 盆土干透了再给它少量浇水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可以有效避免这个致病菌的大量繁衍 你的黑法师呢才不容易黑感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